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 也是跟负债有关系的 就是说有些负债的这个成年人呢 然后呢因为负债或者破产了 家里人不理解 产生了这个婚姻家庭危机 或者说父母不理解 或者说兄弟姐妹不理解 对他自己进行了一个孤立 这对负债人呢 无形当中肯定是增加了很大的精神压力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成年人来说 穷点不算什么 甚至说你负债了赔钱了 你挫败了都不算什么 但是对于你最后的一个港湾 家里人不理解 这就有可能是触动了 很多成年人最后一根 敏感和脆弱的神经了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同一种观点 我个人认为 一个人对生命的绝望 绝对不是来自于 我物质上的一个贫乏 我物质上有多贫穷 最主要的是来自于 对生活的这个无望和失望 甚至是绝望 就是精神上的潦倒 怎么理解这句话呢 就比如说我们父母那一辈吧 五六十年代那批人 他们那个时候啊 的确是物质非常的贫乏 甚至在六十年代那种 饥饿年代的时候 还去啃树皮吃 对不对 那个时候确实穷 但是那个时候的这些年轻人 为什么他们去生活的 还有笨头呢 因为他们起码还可以明白 可以多劳多得 有这样的一个信念 但是我们这个时代的 很多年轻人呢 为什么有这么多抑郁的 就是他突然发现 没有任何的希望 和没有任何的盼头了 你看挣钱也挣不来 连家里人都不理解自己 甚至不包容自己 活着还有什么劲啊 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 一些绝望的念头 所以说啊 才让人悲哀 其实我有的时候 在有一些负债人 咨询我的时候 就是面对他们自己的一些问题 我觉得也挺无助的 我可以安慰到这个当事人 我说你遇到什么问题 你可以去怎么解决 但是当遇到他提及 说他的家人不理解 那个时候其实 我真的觉得有点爱抹难助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出这期视频呢 我就想跟这些负债人的家属们聊一聊 在我们这个时代 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的家人 就是因为无能为力也好 或者因为认知有偏差 然后做了一些错误的投资也好 总之他现在失败了 总之他现在负债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 这跟我们整个时代的一个大环境 和大背景 它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应该给到他更多的鼓励 和包容理解 而不是更多的谴责 质疑啊 我接过很多负债人的咨询 大部分人的这个焦虑 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 都是害怕催修去报通讯录 就特别的害怕 万一催修给我父母打电话怎么办 万一他给我老孩子打电话怎么办 就是特别害怕 家人和他一起去承担这个负债的结果 有些人是因为担心 自己的父母身体本来就不好 年龄也比较大了 然后也有一些有高血压 或者心脏病的 一旦催修把这样的一个消息 告诉老人 老人的这个承受能力有限 怕会被气出病来 也有一些人 害怕 不知道这个事以后呢 觉得生活没有希望了 然后会和自己吵架 甚至说闹离婚 还有一些人 不敢让家里人知道呢 原因在于 其实在之前的时候 因为这个自己欠债的问题呢 家里已经竭尽所能的 帮他去凑了很多的钱 帮他还了一笔债务了 但是又因为他自己呢 可能当时的时候 他没有全盘拖出 把自己总的负债 跟家里人说清楚 然后自己隐藏了一部分债务 又通过自己 收入也没有增加的一个前提下 用一旦养贷的一个方式 又把自己的债务 增加的一定程度 到今天为止 已经又止暴不住火 到最终这个结局 还是需要债务暴雷了 所以说呢 处在一个非常焦虑 和恐慌的一个阶段 这样的事情 我见得太多了 因为这种 不敢让家里人知道 然后产生极大的焦虑 和恐慌的人 其实是非常多的 我每次接了这样的咨询的时候 我跟他们说呀 我说没有办法 你最好的处理结果就是 主动的跟家里人去坦白 去请求他们的理解和包容 因为如果你不主动去跟他说 然后被动的 让催修人员告诉 通知你的家里人的话 那结果肯定会更坏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嘛 所以我还是建议负债人 都去主动积极的去主动报备 这样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吧 但是很多人 还是很难以迈出这一步吧 所幸呢 我就想到了 需要出这么一期视频 听那些 很难以张得开口 想跟家里人去坦白的一些负债人们 跟所有的家属们聊一聊 聊一聊 你们关心的一些话题 或者担忧的一些问题 第一方面呢 首先我想跟所有负债人的家属们 来聊一聊 就是我们在这样一个 特殊的时代背景下 你看现在疫情第三年了 对不对 可能你的孩子 或者你的老公 或者老婆 或者你的父母 他们现在已经负债甚至逾期了 不要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他们 的确是这两年的钱太难赚了 他们还得生存 上有老下有小 还得去还房贷 还得需要去供孩子 哪里不需要花钱呀 对不对 也不要觉得他们 就是不上进 不去想法挣钱 现在钱太难挣了 你的这个孩子 每个月可能拿不会工资来 是因为他的这个老板 也不赚钱了 他老板也有可能已经深陷负债或者逾期的泥潭当中 他拿不出钱给你的孩子发工资 所以你的孩子没有发工资 可能已经出现工资延迟或者已经出现失业的这样一种局面 那我们在这样大家都很难的一个局面下 我们作为一个家人应该给到他更多的理解和包容 这个时代到底有多少人负债呢 从去年流行起来就有一个词叫全民负债 大部分成年人 成年人 我是说的20岁到60岁之间的 大部分人都是有负债的 而现在从今年开始是疫情的第三年了 很多人都已经还不上信用卡账单房贷 都已经逾期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经济状况 不是咱家孩子 或不是咱家的这个对象 或者是说父母 他不长出息 或者他没有能力 或者他各种愚蠢 或者他无知 或者他傻 不是这个原因 的确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大环境 现在是疫情的第三年 我们全球的经济现在都出现了一个各种幅度的一个下降 更何况我们现在国内的这个消费 也是属于一个降级的一股城当中的 各行各业这个钱都不好赚 这就是一个很客观存在的一个事实 我们必须要去积极的面对它 可能突然一时之间有一个人告诉你 说你家里的这个家属 不管是你的孩子也好 老公老婆也好 说他欠了一大笔钱 然后现在都还不上了 逾期了 你心里的恐惧来自于 万一他逾期了 他会不会坐牢 征信失信劳赖 然后孩子上不了学了 等等 就是你自己想象当中的一些这种可能性 然后就把你吓住了 你自己的不接受啊 是来自于对这个事件的恐慌 并不是因为他的失败 然后你产生了这种嫌弃和厌弃的这种感受 但是你却又有一种愤怒 甚至是担忧的这种情绪表达出来了 我在这里很负责的 很诚恳的跟大家来解释 就是我们家里这个家属啊 他不是犯罪 他只是现在因为遇到一个偷发的一个事情 他无能为力而已 他是有信用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一个不信的人 我们所想象的那种可能性啊 什么是不是会坐牢呀 会有刑事责任呀 都不会发生 只要我们用对了方法 有效的去避免 甚至防控一些可能性的发生 我们不会产生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些可能性 昨天有一个女网友啊 他给我说他的情况 他是说他是一个重组家庭嘛 他当时在和现在这个老公结婚之前 他老公就知道他现在有负债 但是当时的时候也没太在意 所以他们重组家庭以后呢 然后他现在面临逾期了 当他现在这个老公接到催修电话的时候才知道 一旦他逾期以后 有可能上失心人名单 他害怕对自己的孩子上学造成影响 那么我跟大家说 这种可能性是棘手棘手的 不是所有的一旦负债余期的人 然后他还不上了 马上就会再上老来名单 现在我们国内呢 这个余期的名单肯定是超过亿了 但是呢 你们去看这个失心人名单 上这个老人名单的只有700万 所以说呢 他这个数量是棘手棘手的 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心 只要是我们负债余期的人呀 你积极地去面对他 你不要对这个事情置之不理 然后你不接催修的电话 也不代表你去逃避这个问题 你积极地去面对生活 努力地去赚钱 想爸爸去把你的债务规划好 然后去积极地还款 这个才是一个积极去处理问题的态度 而不是说你每天都去接催修的电话 让你自己长期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当中 然后银行就不给你起诉了 不是这样的 要用正确的方法来看待负债和余期以后的所有问题 而且大部分人对这个征信的看待和理解都不是客观的 我原来出过一期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征信 大家如果想全面地了解征信问题的话 你们可以去找来听一听 总之呢不是所有的负债余期的人 马上就跟你上老赖名单 只有上了老赖名单的这种负债人呢 他才有可能陷高或者影响孩子以后 当兵啊或者考公务员啊 或者上这种政法学院啊 才有这种影响 只要是说不上这个实信人名单 不上老赖名单不成为老赖 那么你所担心的这个影响孩子的问题就不可能发生 还有一些家里的老人啊 或者是说一些对外界可能接触比较熟的一些这种妻子吧 听到这个崔瘦益说 一旦你这个孩子或者说你老公啊 上了实信人名单 或者说欠了钱没有还 信用卡这个五万以上的 都有可能会被起诉 信用卡诈骗罪 然后有可能坐牢 这个是崔瘦他崔瘦的一种话术而已 他如果不给你这个施加这个心理压力 你怎么会积极地去帮他筹钱去还款呢 我们很多的负债人他欠的只是钱啊 他不是属于刑事责任 他还触犯不到所谓的 刚才他说的那个信用卡诈骗罪的这个 法律条文啊 他除非是他刻意诈骗 他违背了那个信用卡诈骗罪的 那个几条规定 但一般的正常用信用卡的人 即便是超过了五万 可能签字的金额比较大 但是他曾经都是正常的使用和归还的 有这样的一个记录 他就不存在 这个债权方会以信用卡诈骗罪的形式 然后起诉你 你有这个坐牢的可能性 它不存在 所以大家大可不必有这样的一个担忧 还有一些人可能担心 说这个如果征信有了五点 或者说逾期以后 以后万一想买房子 那就买不了了怎么办 比如说前天有一个女粉丝 就跟我说 她是北京的 然后收入一直比较高 年收入都要百万以上了 因为现在公司呢 暂时资金面断裂 有几个账单 他实在是还不上了 周边的朋友呢 也都过得不好 这笔钱呢 也不好去筹借 但是他有笔回款 可能两三个月以后才能回来 那就问我怎么办 我就只能跟他说 我说没有办法 你只能是先接受 现在预期的一个结果 但是他就说了 他说他害怕两年之后 原来他是有计划要去买房子 他害怕他征信有了五点 他以后不好买房子了 我就跟他说 我们每个人只能去做 能力范围之内的事情 你现在你只能接受 这样的一个结果 是因为你没有别的路可以选了 而且你就想到两年以后 买房子这个事情 就有点 就是过于担忧了 你为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去过于现在去焦虑 没有意义 房地产这个行情非常的低迷 我们现在这个国家 也为了支持和鼓励 很多老百姓去买房子 又是一再的降低首付 又是一再的降低房贷利率 对不对 现在还有一些地区 为了鼓励老百姓去买房子 这个征信都不那么在乎了 就是不看征信 只要你买就行 你怎么知道未来两年 北京这个地方 它不会出台相应的一些政策 对不对 说不定两年以后你缓过来了 你都有全款买房子这个能力 不需要和银行去贷款 去买房子了呢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没有必要 为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现在去焦虑和担忧 没有那个必要 还有一些家里的老人 可能会担忧自己的孩子 你看年纪轻轻 还没有结婚成家呢 然后现在就负债逾气了 搞得名声都抽了 以后谁还要啊 怎么找对象啊 我看到前两天的时候 有一些网友在这个群里边 在讨论这个话题 就说起来了 自己的父母比较担忧自己 因为负债逾气了 搞得自己名声抽了这个问题 其实我跟所有的家长们说 现在年轻人想在这个社会上打拼 想干点事太难了 不管是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都是非常正常的 如果你都接受不了 自己孩子去挫败 那这个孩子在社会上 他怎么继续去长大呀 继续去面临 未来更多的波折 或者说这种考验呀 对不对 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这个时候应该给他 更多的一个鼓励和支持才行啊 人生还刚开始起步 他未来的路还很长呀 对不对 他连这点小小的挫败 他都经历不住 你怎么让他以后 去面临更大的风雨和挑战呢 什么名声啊 什么财富呀 那都是身外之物 对于我们孩子来说的话 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呀 他自己有一个比较健全的心理 他自己有一个 你做人的一个准则 他能够自己完全的 独立自立自强的 能在这个社会上生存下去 这才是最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在未来 孩子找对象的这条路上 遇到了特别在乎 这样的事情的亲家 或者说这个对象呢 那这样的人也不要勉强的在一起 为啥 因为即便是这样的人 勉强在一起啊 这日子也绝对过不好 所以说呀 不适合你的 或者不接受的 那就不是正确的 什么是家人啊 家人就是你坚强的后盾啊 就是你在社会上闯荡的时候 遭遇了很多坎坷和风雨 考验的时候 你回来还可以继续依靠的一个肩膀 一个港湾呀 什么是父母呀 父母是依靠 什么是爱人呀 爱人是手挽手肩并肩 什么是兄弟呀 兄弟姐妹是帮衬 什么是孩子呀 孩子是我们未来生活的希望呀 我们能够因为我们的家人 暂且短暂的失败而嫌弃他 甚至不要他 甚至是打压他吗 不能啊 因为他是家人 管他失败也好 成功也罢 我们都应该无条件的爱他们 都应该无条件的支持 还有保护他们 人这一辈子从年幼到年老 谁不会经历各种的磨难和考验呢 无一例外 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考验 和起起落落的 什么是夫妻呀 夫妻就是在你情我愿的一个情况下 我们两个人结成一个 命运共同体 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一起去抵御所有的风雨 所有磨难和考验 因为一起共同承担了磨难的苦 到最后才能够有资格享受 一起成功之后的这个果实呀 有些老婆或者老公 一听自己的对象负债了 甚至破产了 然后就开始焦虑和恐慌 制造各种礼物的吵架 甚至闹离婚 我不理解这帮人 他是怎么想的 怎么看待婚姻的 你把婚姻当成什么了 当成美好生活三日游吗 你在这个车上 你享受丰富的物质生活 你就开心 你就快乐 你就觉得值 你想说不到了 然后你就准备下车吗 我在很多男人的这种签名栏里边 经常看到一句话 叫日落西山 你不陪 东山在琴 你是谁呀 我今天把这句话拿出来 送给很多 你的对象负债了 你就想离开的人们 为什么很多人的婚姻生活 他处理不好 经营不好啊 就是有这么一些 自私自利的人 总想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 不断的缩取缩取缩取 他从来没有想过 应该付出和奉献 感情是交互的 人心坏 人心慢慢的处出来的 你不能一味的缩取啊 最后我想跟所有的 负债人家属们说一句话 逆境可能对很多 负债人来说呀 它并不定是一个坏事情 它只是暂时的 拓败了 这个时候你不要再去 给他增加新的 一些心理负担了 你给他多一些的鼓励 还有支持呀 他有可能会 从原来的一蹶不振 逆袭成 一跃而起 就会把他最大的一个钱 能给他发挥出来 有可能他会因此而成为 更强大的人 但这个时候 一定要给他 更多的鼓励和支持 家是什么 家是很多负债人 在逆境当中 有人给他留的一扇门 有人给他留的一扇灯 好 本期我们就先说这些 我们下期见